马来西亚海外华文书市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销售型书展 台湾出版业者继6月参加新加坡书展后 7月初将赴马来西亚参展 台湾馆今年以看见想象为主题 举办台湾文学系列活动 推动华文出版南向策略 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副司长朱瑞浩表示 对于文化的南向政策的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文化部 对在东南亚地区除了这个目前的 参加新加坡书展还有马来西亚书展以外 我们计划明年开始要推向泰国和越南 再增加这两个国家地区的书展 这次受邀的四位台湾作家 包括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的生态及小说家吴明毅 笔触温柔的作家暨媒体工作者蔡时平 被称为厨房里人类学家的庄祖仪 以及意大利波隆纳插画展入选画家陈寅凡 希望能够透过台湾原创的图像 语言 饮食 文化生态跟全世界交朋友 作家蔡时平说 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容词 有人说文化是一种名片 也有人说文化是一种软实力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必须要先让别人看得到 他主张必须透过多重的语言 把台湾的东西介绍出去 蔡时平认为 如果这个前提能够做到 就不用担心台湾文化 在海外的华文市场会输给中国大陆 因为台湾拥有自由 民主 开放的特质 这在华文市场里 几乎只有台湾能够在写作上 没有任何天花板的限制 可以激发更多的创意 蔡时平说 所以我们的女性主义的小说 性别的小说 然后对社会正义的思索 它都可能成为华人社会里面 将来别的地方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它会来参考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资产 联金出版公司总经理罗国骏 以新加坡书展的经验指出 台湾馆深受东南亚民众的欢迎 他说 相较于中国大陆 以国家系统性的政策大打文化战 台湾则多为民间多角化的初级 虽然展现了台湾丰沛多元的文化内涵 但如何以多种语言行销世界 让世界认识台湾 则是政府值得思考的课题 自由亚洲电台 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